我等兴奋 我们今天参加这个会的大众 在电视机面前 在网络面前 我们真有心 此真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这一句话 是彭基钦居士讲的 讲的一点都不错 无量借来 稀有难逢之一日 这一日我们今天碰到了 这是无比欢喜的一天 无量喜悦的一天 为什么呢 我们真的有了把握了 在这一生当中 圆满成就啊 回归自信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 肯定就回归到长级广啊 在极乐世界居住的世界 我相信不是很长 肯定回归到长级广啊 极乐世界的菩萨 可以说是全是法神菩萨 为其住身 他们有能力 在变法界虚空界 与一切众生感应到小 以无量无边的身份 啊 与一切众生 活光同尘 应以什么神得度 就谢什么神 都有这个能力 啊 社报土的 菩萨 都有这种能力 活宽 基光图里面的祝福如来 啊 祝福如来没想 所以没办法探测到 啊 长级广里面 它不是物质 它也不是精神 所以 没有法子探测 啊 只有 无时 无名烦恼 习气 断静了 长级广就谢了 那 你就立 那个社报土就不见了 这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殊胜啊 极乐世界是我们的老家了 我们念佛求生进度是回老家 要生 无量欢喜心 不是死了 是生了 这个世界无言张气 赶快摆脱它 打个转菜来 就是法身菩萨 来超度众生的了 这一点不假 希望我们真正明白了 真正清楚了 不要再留恋这个世界里 灵敏一切苦难众生 自己成就 才能成就一切众生 像诸佛如来 像诸佛如来一样 先成就自己 我先去打个转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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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词 我先去打个转菜来